好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人員指揮要讓道 現場被人潮擠的水洩不同 大甲麻肉鏡在昨天深夜 十一點抵達一級戰區彰化 照然徘徊許廟近兩個小時 讓地方人士輪流扛叫 直到今天凌晨一點四十分 才經過民生地下道 正南宮董事長顏清彪 親自扛叫下隧道 受到民眾熱情歡迎 大甲麻到彰化市 可能因為廉價關係 過民生地下道時 整整延遲快七小時 堪稱史上最晚的一次 而彰化警方從下午開始 就嚴正以待 部署六百名警力 地方角頭為了出頭搶叫 屢屢爆發肢體衝突 甚至形成搶叫文化 就怕這種文化再上演 警方出動防暴必頓 維護治安 大甲麻已經兩年經過彰化 都未發生搶叫衝突情形 一路平順到南邀宮駐駕後 今天將南下道嘉義新港鳳田宮 以上是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